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5年的10月30号 星期一 你知道我念这个10月30号的时候 会内心有一种不小心抖动一下 因为我有一个书稿 我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说就是 接下来要处理一本书 然后这一个书稿的截止日期 就是明天的10月31号 我现在录音的时候是27号 就是上个星期五 我就一直在想说 到底我会不会最后能够如期的 在10月31号把稿件给交出来呢 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在听朋友写书 大家都会说 反正就是可能会脱稿个一次两次 我就在想说不行 因为你知道我如果觉得可以脱稿的话 我一定又会到下一个脱稿日期的最后几天 再来烦恼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到底明天我会不会把这本书稿完成呢 好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其实这本书呢 我一直在想它的题目 但是真的是想蛮久的 然后最后我才决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写 因为我想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一点点故事 但是呢又是一些可能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有趣的资讯 就是不管你认不认识我 这本书可能对你来讲都是一本蛮有趣的书 我希望啦 我期待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它 不过我们最后来看看好了 anyway如果明天没有交稿 不知道那个编辑会让我演到什么时候 好啦先不往这个方向去预测 今天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今天是10月的最后一天 怎么讲 因为我明天没有节目嘛 那今天10月神10号是这个月最后一集的节目 我这里有在想说每个月的最后一集的节目 好像可以稍微来统整一些东西 我现在在那个IG跟脸书 我都有用Portree这一个软体去做了一个短连结 大家如果回到我IG的首页 应该可以看到那个短连结 我现在脸书的首页也是做这个短连结 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 包括呢上个礼拜我聊的歌单会在里面 然后会有优惠券 然后会有我的 这一个Podcast的每一个播放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可以在Podcast Apple Podcast Spotify或KKBOX听 然后也有我的网站跟社群 因为实在是越来越分散 所以我觉得设计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小小的首页其实还蛮好的 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说 你若想要找我的不同的content 会散落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还有部落格嘛 然后以前的创作者说 的节目的一些连结我也都放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看一些 我这几年的作品 应该说从10年前开始的部落格到现在 你可以在那边找到所有的资讯 然后里面有一项呢 就是日本优惠券的这个部分 就是陆陆续续都有在增加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目前就是里面有三张优惠券 给大家使用 我预计11月应该还会再有个1到2个优惠券再加进来 因为我现在也有在谈一些其他的优惠券 我希望说既然大家都在听我节目 我这边尽量帮大家争取一些可能会有优惠的一些优惠券在这里面 就是coupon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直接开我的profile上面的日本相关优惠券的时候 你点进去你会发现现在里面有三张 我想跟大家稍微陆续聊一下 那第一个当然就比库卡梅拉 这个之前已经跟大家聊过了 比库卡梅拉的优惠券 基本上你会看到各个KOL都有这张优惠券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是不是我有这张优惠券之后 就是有一种日旅这一块里面 我好像也算是个小小的咖在这边 不知道算不算 总之呢 如果说你去比库卡梅拉买东西的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住在日本的人呢 我们通常都会去累积点数 比库卡梅拉的点数 但是如果你是从国外就是来玩 你没有办法累积这点数 但是你可以有一个test free 就是免税的10% 这个免税的10% 基本上我就拿不到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符合免税的资格 所以说假设你今天来的话 等于说你免税的10%有了之后 你可以额外再获得一般的消费用品 是7%的回馈 不是回馈 它是直接打折 然后如果是药品化妆品的话 会打95折 如果说今天是清酒的话 会打97折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来比库卡梅拉 这个折扣无论如何要拿 因为免税再加上个7%的回馈 其实真的已经算是一个蛮好的地友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无论如何都要用 用的话 请大家记得就是用我的折扣 我会拿到一点点的分润 不过就是一点点 你找到折价券 你就赶快打开我的IG 左上角的那一个连结里面 我有把比库卡梅拉的折价券 就整理在这里面 然后再来第二张折价券 这个是大丸百货的松板屋百货 如果是在东京玩的话 基本上这张折价券 有两个地方可以使用 一个是在东京车站的大丸百货 你如果去楼下逛一番街 逛完之后上来 你就可以顺便去逛了 那个大丸百货其实还蛮大间 非常好逛 另外就是松板屋百货 它在上野站那边有一家 这个比较复杂的是 它要求你一定要出示 整张的折价券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你记得把我的点开 你要点出一整张来给它 就是你按下去之后 它会出现非常完整的折价券 基本上你出这张折价券 就是除了免税之外 你会额外获得5%的回馈 这5%的回馈 它是有一些小小的规定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消费3000元以上 然后它不适用于国际精品馆 手表 食物 客价品等等的 这个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事实上 其实比较卡面来 也有一些不适用的 我相信很多人用久了 现在也知道说 到底什么可以有折扣 什么不能有折扣 大丸百货跟松板屋 不是只有在东京有 你如果在关西的话 其实非常多家 关西的话大丸百货 像是新栽桥梅田 甚至京都神户都有店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杂谎跟下关店 松板屋除了上野之外 还有名古屋店跟金刚店 所以如果说 假设你今天会去逛 这些百货公司的话 别忘了 就是我这边有一张折价券 你可以使用 然后可以打额外的5%的折扣 好 再来第三张券 你可以看到的 这一个是Victoria Victoria它其实是一家 体育用品店 那这体育用品店里面 最有名的 大家可能会知道的 就是它有卖一些 高尔夫球的用品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来日本 找一些高尔夫球用品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张店 基本上它除了Victoria之外 卖高尔夫的是Victoria Golf 然后Victoria Golf 还有更高级的版本 是Premium 那另外 LBreach 它也是属于这个集团的 实用的话 一样 你如果去那边 你除了10%的免税之外 可以额外获得5%的折扣 所以这几张券 都欢迎大家 如果来日本的话 可以去使用 因为你会有额外的折扣 真的是不拿白不拿了 好的 我们今天 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三个地方 还有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你在IG的 所有的profile 或是脸书 你都可以找到 就是我把所有 我有在做内容的地方 全部都整理在这边 你可以一次 把它全部看完 好的 今天算是我这个节目里面的 第一次微聊不动产 这个其实每年都有在公布 这样子的一个排名 就是说你最想要住的车站 或是城市是哪里 我预计应该会在今天 跟礼拜三 分两集来聊一下 因为我本来想要一起聊 后来发现 哇 女生跟男生的排名 其实蛮不一样的 原来男生心目中想象的 居住的好地方 跟女生心目中想象的 居住的好地方 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 好像我看完这排名之后 也觉得 好像也是蛮能理解的 好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 这一个 就是日本的排名 这个一样是 Maker Mill的一个调查报告 你最想要居住的城市 或是车站前10名 这一份报告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它其实把2018年6月 跟2023年7月 这5年之间 做了一个比较 2018年6月 应该算是 疫情前 大家很疯狂的一个时候 不知道大家2018年 一年来了东京多少次 现在这个2023年的7月 其实已经算是 疫情结束还蛮稳定的 一个状态 所以这5年的数据 我觉得 应该是要有一些改变 实际上 它真的也有一些 就是排名上上下下的地方 我稍微说一下 这一个排名的概念 因为你知道5年前 基本上还没有 所谓的远端工作 所以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理想的居住城市 或是理想的车站 当然应该就会 某种程度上面 考量你工作的地点 我一定会考量这件事情 所以在最新的调查里面 他就多问了这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们说 有没有人是在远距工作的 这个在2018年 根本没有人会去 想到要问这一个问题 但在2023年 好像是一个 很理所当然要问出来的问题 这里面的回答 在2023年的时候 除了没工作学生 还有全职的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工作这些之外 这个调查里面还出现了 另外一个选项 叫做在家工作 或是远距工作 这个数量的比例 其实有点超过 我想象中的高 2023年的7月 我看他分享一下这个数字 2023年的7月 居然有31%的男生 跟19%的女生 他选择在家工作 哇 我现在脑中在想的 这在家工作 其实应该原本是两种人 一个是原本你要进公司上班的人 那现在因为疫情之后 你可以选择在家工作 但我自己在日本 跟一些朋友相处的经验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人 是一个他可能忽略掉的 就是他可能原本是在做 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又或者是说 他原本的工作 是比较弹性的打工仔 但是因为疫情之后 可以允许远端工作的关系 所以说他可能原本是 从打工的工作 或者是说 是一个在家 本来没工作的一个状态 他反而因为这样子的趋势 有了一些工作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群 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存在的 当然这个五年前跟五年后 你不能 因为五年前没有人会去想到说 你有多少人在家工作 所以他没有五年前的数据 可以来比较 但是我想这个疫情的增加 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才是 好 我要在聊这一个排名之前 我想要再讲一个小小的资讯给大家 有点在脱台前吊大家胃口 就是为什么这一个题目 它叫做想住的城市夸湖车站 因为其实在日本来讲 每一个地名 他们都会很努力的去做自己的marketing 我是说认真的 不管是JR车站 或者是 因为你知道日本的房地产 实在是太好玩了 我自己那时候在看房子 也是跑了非常多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很努力的 在帮自己的那一个地名去做branding 所以说比方说像吉祥市 吉祥市其实那个范围很大 你如果说有一个人说想要住吉祥市 我的认知 应该不会是吉祥市车站附近 应该会是吉祥市附近的那几个站 都算在里面 包括像景之头公园那边 可能也是 你想要住在吉祥市的一个地方 但是吉祥市本身不是一个行政区 它的行政区其实是武藏也是 所以你知道它就是一个很概念的地方 或者是大家如果说到横滨 我想要住在横滨 我想你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他想要住横滨 他指的应该不会是横滨车站 可能是讲整个横滨的行政区 我想要住在那个地方 或者是可能横滨人里面会有一个 觉得只有这一区叫横滨 那一区不叫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 但是如果你今天讲到说 我今天想要住在秋叶园 我觉得秋叶园应该就是指秋叶园车站 因为秋叶园其实附近就 走路走得到的地方就有蛮多车站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住千代田区 你就讲千代田区 你就不会讲秋叶园了 所以秋叶园这个词 你如果听到说我想住秋叶园 理论上我认为 他描述的就应该是那一个车站 所以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排名里面 其实是非常混乱的 那一个地名 可能是在指那一个区域 可能是在指那一个车站 可能是在指那一个区吧 行政区吧 好我们来看男生的前十名 前十名之前 我先来看一下调出去的 十一名到十五名 第十一名是暮黑 这个暮黑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是第七名 现在调到了第十一名 暮黑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没有话说 因为整个居住的品质非常好 而且又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名车站 像自由之秋 中暮黑 这个都太有名了 所以我觉得这边在指的暮黑 应该我脑中想象 应该不是暮黑车站 应该是暮黑区 因为如果暮黑车站排在第十一名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可思议 好再来第十二名是涉谷 这个涉谷五年里来都是十二名 但我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涉谷指的是一个广泛的涉谷 不会是涉谷车站 因为涉谷车站一方面其实贵之外 你走在这附近 其实都是商业区 你大概会必须要坐公车 到比较后面一点 区公所那边 或者是后面有一片高级住宅区 那个才会是大家想象中 涉谷可以住的地方 好13名是秋叶园 这个秋叶园是男生 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男生的排名 这秋叶园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是第八名 现在调到13名 我真的是不理解坐在秋叶园旁边是什么概念 但蛮好玩的 给大家参考 14跟15名都是上升 14名是热海 热海在2018年的时候是第15名 他现在上升到第14名 然后第15名是伯多 就是福岡的那一个伯多 这个伯多本来是没有在榜上的 然后升到了15名 这是11到15名的部分 然后我们来看前10名 第10名是中野 我不知道他对中野这一个地方熟不熟 他其实是在新宿往西边的这一区 新宿往西边有两个区 比较靠近的是中野区 然后再过去是三病区 稍微北边一点是练马区 我自己其实看到中野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有一点点让我不是很确定 他指的是整个中野区还是中野车站 我觉得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在投票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 中野车站那边现在目前在再开发 我觉得其实会弄起来会蛮可观的 但是中野区其实非常的大 那里面有一区其实是 西五星宿线比较旧的区域 那当然也有丸子内线的区域 然后也有GR的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其实都离新宿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也是非常方便的地方 那他在5年前是11名 然后现在上升到第10名 这个算是持续在上升的地方 但我真的不太确定是 他指的是中野车站还是中野区 可能一半一半耶 好 我们来看第9名 第9名是大宫 大宫是在东京的北边 企域线一个非常大的车站 因为他其实有非常多线 都在那边交汇 你从那边要往东京 算是相当相当的方便 而且那个terminal好大 我记得第一次去有一种快迷路的感觉 应该算是企域线里面 最容易迷路的一个车站 然后又有新干线可以坐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状态 而且你知道他原本其实是在名次之外的 我觉得应该跟疫情会有一点点关系 我如果以这样子很单纯的一些变相来看的话 原因是因为在疫情之后 其实大宫原本可能会是一个蛮远的地方 但或许他会变成一个 你可以从工作跟生活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地方 因为他进东京其实还是有点麻烦 而且又很晒 上班时间真的是挤到不行 但是房价就便宜很多 所以这便宜点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 再来第八名是惠比寿 南山的惠比寿 其实已经从2018年的第四名 调到了第八名 惠比寿那边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贵的地方 但是他一直都是 以东京来讲很多人会很想要住在那一区 他算是在涉谷区里面 他又是一个有JR三手线的车站 而且那附近真的好漂亮 那边的办公室也很多 我常常有的时候会跟客户在惠比寿开会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哇 这么漂亮的地方旁边又有住宅区 住在这边的人也太幸福了吧 因为可能价格真的是比较高 所以在疫情之前 大家对于想要住惠比寿的形象 可能又稍微的往后面了一点点 再来第七名是上野 这个上野其实在五年前是第十名 向上升到了第七名 当然那边观光客很多了 所以很多人对于东京的印象 可能就是上野跟浅草 但是其实上野有一区 我觉得住在那边应该是非常棒的 就是不在上野车站的正旁边 而是你走到上野公园的那一头 你会发现那边有很多的高楼大厦的住宅 你看出去 其实是可以看到上野公园的 我觉得那边真的蛮好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的圣诞节 刚好去一个朋友家那边开party 他就住在那边的上面 我那时候还算是个穷学生 就觉得哇塞 坐在这边也太幸福了吧 不过我觉得这边值得上野 其实应该不会是上野车站的正旁边 像我刚刚讲的那一区 离文京区的东大 走路也大概只剩下十分钟了 也不算是远的地方了 但上野那边 的确也是很多人很想住的地方 再来第六名的新宿 讲到新宿第六名 他跟五年前排名是没有改变的 但我自己认为新宿 讲到新宿这两个字 或许不见得是完全指新宿车站附近 吧 我有点不太确定 因为你知道新宿车站附近 你要我住在那里 我是无法想象的 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 其实离新宿车站 大概是走路30分钟左右的地方 地铁大概是两站左右 公车也可以回家 所以我自己觉得算是蛮方便的 我大概可能就是坐电车的部分 可能五六分钟就到新宿车站 我觉得要去那边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 但是你要我住在新宿车站旁边 我想说要住在新宿车站旁边 哪里 我反正问这一个问题 是要住在溪口还东口呢 当然其实在现在的新宿溪口 稍微往新新宿方向那边走 那边有非常多的高级住宅 就他们所谓的tower motion 所以假设今天讲新宿的话 我可能可以想象的 他不会是在新宿车站的正旁边 他应该会是以新宿车站 画方圆一到两站 但是还会被称坐新宿的地方 比方说大九宝 可能大家就会真的讲大九宝了 你可能讲说我要住新宿 你不见得会想到大九宝 又或者是说新宿区的高田马场 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说新宿 你就讲高田马场就好了 何必讲新宿呢 所以我自己猜测 大家可能很多人在投新宿的时候 脑中想象的可能会是 新宿东口那边有一区蛮下停的 从新宿山丁木车站出来到新宿御苑 那附近 其实有非常多的独栋住宅 又或者是东新宿车站那边 那边其实有一个小坡 那个小坡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 那种独栋的房子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在靠那一区 又或者是西新宿那边 有非常贵的豪宅 西新宿的豪宅区 我觉得应该也会是很多人很想住的地方 因为那边真的是豪宅 而且离新宿很近 以东京来讲 有人喜欢东边 有人喜欢西边 喜欢西边的话 说明新宿就会是你的选择 好 再来第五名是池袋 讲到池袋就一定是车站了 因为池袋是丰岛区 想要住在池袋车站附近的 在五年前是第三名 五年之后是第五名 男生原本很想要住池袋排第三名吗 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喜欢池袋 我个人 因为我觉得池袋有一种 非常的大 然后非常杂的一种感觉 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我受到了 就是池袋西头公园 这一部非常迷幻的电影 不是电影啦 影集的影响 就觉得西口那边 好像有一种很神秘的结界 走进去会不知道到哪里去 好 我们再来第四名是东京车站 那当然他已经写东京了嘛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东京车站了 东京车站那边的住 我也是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 我自己的猜测 可能会是比较往日本桥 或是大手丁 或是银座那一区吧 那边当然也有非常非常贵的豪宅 但是你如果往日本桥那一头走的话呢 可能那边附近就会有很多 就是独动的房子 那边下丁感也是相当重的 所以我有点不太确定 大家在想说要住东京的时候 脑中到底在想什么呢 他从五年前的第九名上升 到了第四名 我自己在看东京车站附近的建案 我觉得比较多的都还是落在日本桥 或是银座那一区啦 那真的也算是 大家应该会想要住在那边吗 我自己个人没有很想 但是如果说东京车站附近 当然交通非常方便啦 但我就会觉得 要坐在东京车站附近吗 什么意思 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整个排名的第四名 好 再来第三名呢 是品川 那这个品川呢 其实在五年前是第五名 现在上升到了第三名 品川那边其实也是一个车站很多 但是附近 我觉得还蛮多小店的哦 因为那边办公室多之外呢 你大概从品川车站出来 你不要往港南口那边走 港南口那边其实有很多豪宅 然后你从那边往湾区那边走 也是蛮多的新房子的哦 所以如果想要住寝川 可能想象中的是那种高楼大厦 那种全新的豪宅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边蛮多的 然后你往另外一个口去走的时候 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店哦 那边其实走起来蛮舒服的 品川应该算是呢 东京的三首线六个主要车站里面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因为呢 它不像是新宿涉谷池袋 就是西边富都新线的这三个车站 你会觉得那种很年轻 然后很多人 然后又很挤的那种感觉 那东边的三个站呢 就是上面是上野嘛 那上野当然就是观光客很多 大家可能都认识那一个地方 那站相对的单纯 东京车站很像迷宫 但是它其实 我觉得跟西边的站比起来来讲 它也还算是单纯 品川真的是单纯很多 而且又有新干线 所以东边的这三个站 你看我们这一次的排名里面 这个前15名里面呢 西边的三个站 涉谷 星宿跟磁带都在榜上 但是东边的三个站啊 品川 东京跟上野 其实排名都在西边的三个站 还要再往前一点点 所以大家对于想住的地方 那种fantasy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好 再来第二名 横滨 这个横滨 跟五年前一样 排在第二名 哇 真的很多人喜欢住横滨 你知道横滨的朋友 都会跟你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只有横滨才算是 我跟你讲 横滨人超爱横滨 你不能跟横滨人说 你住在东京 我跟你讲 横滨人会生气 他会跟你讲 没有我住在横滨 谁跟你住在东京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你会觉得 有一种很酷的感觉 而且横滨那边 就是在整个港湾那边 很舒服 就港未来那一区很舒服 从三下公园那一区 我觉得也相当相当的舒服 但是除了那边之外 我有一些朋友住在横滨 其实是住在靠山边的 大家有时候会戏声说 你到底是住在横滨 还是横山呢 因为横滨叫做 横滨有很大的一区 都在山那一头 我自己如果 以观光客的角度 去横滨的话 其实都会比较以 横滨甲未来那边为主 因为那边观光起来的 感觉相当好 但是实际上 如果要谈居住的话 其实很多都还是 会在靠三边这一区 因为横滨相当大 我相信大家 在讲横滨两个字的时候 应该指的不是横滨车站 好 那最后的第一名 众望所归 也不是众望所归 就是吉祥寺 我觉得大家喜欢 吉祥寺这件事情 应该是没有什么 好说的了吧 就已经是万年第一名了 因为我这一集 其实讲的有点长 我下一集 要讲女生那边的 排名的时候 有一些程式 我可能像吉祥寺 我会再多聊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男生的排名 前十名是从 第十名的中野 第九名的大公 第八名的惠比兽 第七名的上野 第六名的新宿 第五名的时代 第四名东京 第三名品川 第二名横滨 第一名吉祥寺 这个排名 坦白话 跟我脑中的排名 不太一样 就我自己 怎么说呢 我自己如果 以在东京来讲的话 其实 我好像有一些 我更想住的地方 我之后找一集 专门来跟大家聊一下 东京如果要我选的话 可能前十名 我会想住住看的地方 会是哪里 但那前十名 会先把我住过的地方 全部都先排除掉 因为你住过就没什么要讨论 礼拜三 我们要来聊女生的排名 我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 我真的觉得 女生比较懂住 我真心这么觉得 因为男生的这一个排名 对我来讲 我觉得 就是可以理解 女生的这排名 看起来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意识 就是 对于那种生活感 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是 看的蛮重的 尤其你看 男生的排名里面 离开东京 根本没几个 一个热海 一个伯多 如果你硬要讲的话 横冰跟大公 可能也算吧 但真的就是 就这四个了 但女生的排名 不太一样 我觉得女生 还是浪漫一点 我很期待 礼拜三 跟大家聊女生的排名 我觉得某种程度 跟着女生的直觉走 可能会比 跟男生的直觉走 好玩一点吧 不知道大家觉得 什么样呢 好啦 我们这一节 日本大车就就到这边 喜欢这一节节目 不要忘了下午 先好评 也追踪我的脸书 我们星期三见 拜拜